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彻 生于公元前156年 在公元前87年去世 他是西汉第七位皇帝 是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 根据《汉书五帝记》的记载 汉五帝刘彻在后土 前后一共五次 只有公元前113年的那次是秋天 那年他44岁 已继位了27年 他打败了匈奴 成功地解除了几代以来北部边境的威胁 当时秋风瑟瑟 大雁南飞 汉五帝乘坐大楼船 在坟河上航行 并在船上设雁 饮酒高歌 场面非常热闹 身为大汉天子的汉五帝 一生享尽荣华富贵 却又和常人一样 无法抗拒衰老死亡的人生规律 感慨万先 宴会结束后 他有感地发作了这首歌 首先 我给大家读一遍 然后逐句逐句地给大家解释 最后给大家吟唱一遍 秋风起戏 白云飞 草木黄落戏 燕南归 蓝有秀戏 菊有芳 怀家人戏 不能忘 饭楼船戏 祭焚合 横中流戏 杨素波 小谷鸣戏 发照歌 欢乐极兮 哀情多 少壮几十兮 奈老何 现在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秋风起戏 白云飞 秋风刮起来了 白云飞扬 草木黄落戏 燕南归 这个时候草木都已经孤黄了 而大燕正向南飞 蓝有秀戏 菊有芳 蓝花是多么的秀丽 菊花是多么的芬芳 这里的蓝花和菊花 是指跟随他打天下的人才猛士 怀家人西不能忘 这些家人哪里忘怀 当然这里的家人也是指各种人才猛士 饭楼船西 祭焚合 他乘坐着这个楼船航行带焚合上 焚合起源于山西 而流入黄河 横中流溪 扬树波 却船到河中央的时候 滑动船桨 扬起白色的波浪 这时候就吹起枭 打起鼓 唱船歌 欢乐极兮 悲情多 那欢乐过后就增加了更多的忧愁 少壮几十期 奈老和 年轻的日子还能剩下多少呢 渐渐的老了 无可奈何 现在我就根据卫士乐谱 吟唱一遍 秋风起兮 白云飞 草木黄若兮 燕南归 拦有休息 一去幼方 怀家人喜不能忘 泛楼穿西 几分河 横中流溪 杨素波 小谷铭心 发枣歌 欢乐极兮 欢乐极兮 爱情多 少壮极兮 乃老和 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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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